尊敬的大德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南无阿弥陀佛 墨学今天看了著名的演员 丁家丽老师 他的一个演讲和忏悔 忏悔了他当时 做小三 出轨 堕胎 等等 丁家丽老师的这个分享 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我真的是想不到 这一位著名的演员 可以面对世界所有的众生 来忏悔他自己的罪过 这个精神太可嘉了 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 那下面就听一下 丁家丽老师的分享 尊敬的上境下空老和尚 尊敬的各位大德 尊敬的各位尊长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再说说我怎么 就是 我今天就照重讲 我怎么不孝敬父母 因为我度过四次胎 我这件事情 让我父母真是蒙羞 弟子归教导我们说 身有伤一亲羞 身有伤一亲忧 得有伤一亲羞 那这件事情让我父母真的蒙羞 因为我未婚先孕 我妈妈就气得不得了 然后做掉了 第二次是我结了婚以后 我作为人妻 我丈夫出去拍戏 我又行为出轨 我又跟第三者好 那个对方也是有家的 也是结婚不久的 我跟人家好了以后 我就怀了孕了 怀了孕以后肯定要堕胎 然后就 也不敢跟别人说嘛 就找到他 最后人家根本就不理我 我说 你自己不做众 你千万不要找我 你干嘛要来找我 我那天 我记得清清楚楚 大风 在寒风当中 我就在那傻傻的站着 他扭头就走了 然后我觉得 我那个两寒热泪下来了 那热泪不是热泪 是冷泪 那我自己就去做了人流 做了人流以后 是中午做完的 我带着很多的行李 我去到东北去拍戏 那到东北叫五大莲池 牡丹江附近一个地方 拍那个五大莲池 先拍外景 零下四十度的那个气温 那时候 就是八十年代 那个气温 说是零下四十度 其实很冷 比现在 因为现在地球都变暖了嘛 那冷的都不得了不得了 我刚做完人流 我刚做完拍 我就去拍戏 拍戏呢 我就在雪地里 一跪 就跪好几个小时 那最后就觉得 哎呀 自己小便出来 然后湿湿的 把棉裤子都湿了 然后那雪呢 那个地下的雪 又把棉裤给湿了 几个小时以后 然后 就肚子疼的 都不行了 都疯了 就觉得 哎呀 疼死了 都又不行了 不敢跟别人说 觉得太羞耻了 怎么敢跟别人说说 我刚做完 这个 剁过胎 做完人流 然后自己在那挺着 实在有一天 挺不住去上 那个小卫生所 我说 大夫您快给我看 我疼得不得了 他看不了 他说 你要去哈尔滨大城市去看 哎呀 我说不行 这戏根本就没有时间去 让我去上那大医院 他说 那我只能给你 打止疼针 止疼针根本不行 后来打杜拢钉 就总打杜拢钉 后来我就觉得不行 你要打杜拢钉 杜拢钉都不行了 疼得不得了 等到 把这戏拍完了以后 赶紧跑到哈尔滨以后 这个哈尔滨看了说 这个 这个 你 雅极性盆腔炎 已经转慢性了 以后永远才跟着你 就是我脚不能凉 前两天 我在这 这个 这稍微凉一点 我就开始肚子疼得不得了 这个病啊 这是恶果啊 这就跟着我了 永远跟着我 就是他那个 就是 稍微累一点 那个 招有点凉 那个腰啊 就像被人 扒下来那种感觉 然后肚子疼得不得了 经常做人流 那感觉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期间呢 其实我 我 我 我爸爸劝过我 因为我爸爸是个 特别传统的人 我爸爸是老实厚道的一个人 就 义正言辞的跟我说 因为那男的上我们家来了 他跟我在那聊天 我爸爸说 请你走 跟那个男 就那个男人说 请你走 然后我说 爸爸你怎么对人那么不客气 他说 不可以这样 你是人妻了 你怎么可以单独男女在这聊 聊什么呀 我们说我是朋友 我说爸爸 你管那么多干嘛 我是朋友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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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聊 说我这么大年龄了 我这眼睛很毒 我吃闲言都比你多 你给我闭嘴 你在那 你这个 你那个 就是会三从四得 早就把你修了 你不可以这样子的 你告诉你 伤风败德 气得不得了 当我爸爸知道我 多胎的时候 就是80岁的人了 抽自己的嘴巴 我觉得我真的特别不笑 当时我觉得我父母怎么 什么事都管 我自己的事还要管我呢 事实证明我父母是对的 那 堕胎 那以后又 又多了两次 四次做堕胎 那我曾经 我作为拍戏的时候 我去体验生活 我见过一个女孩子 因为她 多了好几次了 几次我记不得了 19岁的女孩 非常非常的漂亮 哎呀 那个眼睛很纯的 那女孩 然后那天 四三八妇女节 最后我们 就是 都下班了嘛 因为我是在那 体验生活嘛 大家都要急急忙忙走 剩她一个人 躺在床上 她非常非常的虚弱 她觉得不行了 因为手术以后 在台上 她就看着我 她就说 阿姨 我特别着急 我说 哎呀 你别叫我了 我说 等 我说 你干嘛呀 干嘛呀 我就 我就没理她 我就走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上班的时候 打开门 一个最惨烈的那个景象 地下流了一地的血 她失血过度 她死去了 就这样堕胎 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那我 我知道 因为我在那体验生活两个月嘛 很多的女孩子到那去 都不说自己的真实性命 这个女孩子 后来找不着她的父母 就这么白白的死了 你想想 父母 多忧愁 这孩子就失踪了 不知道她死了 父母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所以我们笑 我们笑 我们 怎么笑 那现在 据 卫生部的统计 不完全的统计 就是 每年有500万人堕胎 500万人堕胎 那么其中一半的人 200万 250万的人 是青少年 现在 堕胎高峰期是什么呢 是 五一 十一 然后 寒假 暑假 非常的可怕 现在 我为了 现在上台去 说这个堕胎的事情 然后我去 去跟医生去了解 医生就是大声疾呼 他说 丁家里娘 在那个台上 大声疾呼 你告诉那些青少年 说 现在宫颈癌 离少女不远了 前年的时候 北京 有一个小孩 他的父亲 离他 去堕胎 你们知道 他多大年龄吗 一个小女孩 十岁 去堕胎 后来北京晚报 把这个 就是 就是 灯载了 大家特别的惊讶 十岁的女孩 医生都说 我下不去 这个手 我下不去 这个手 现在很多的孩子 为什么 不把这看成事情 万恶淫为首 孩子们 我们不能怪孩子们 他们不懂 现在我们看看 社会上 作为我 作为 就影视界的人 我们很多的影视 影视作品 那个色情的 色情的电影 充至这个 这个市场 然后那种 手机的那种 因为我不会上电脑 手机上 那黄色的 那种信息 大量的 然后成人的商店 比书店都多 然后我去为了 这个 我去采访 那个 成人 成人的 那个用品店 他说 你知道 来买成人用品 用品的 这些药的 都是青少年 男孩子们 很多很多 都是这样 那我就觉得 担忧啊 很多的学校旁边 就是常文商店 孩子们懂什么 我们现在 大量的信息 我们老是说 哎呀 这个社会乱了 我们能不能 把这个环境 净化一下 这个环境 说让这个环境 净化 让孩子们 受一种传统的教育 说女孩子 应该 我就没有 学到传统文化 如果我 当姑娘的时候 我知道 我介绍了 传统文化 我知道 为姑娘道 我要性如棉 棉化是 洁白如玉 要温暖别人 拉长 可以拉长 拉细 可以拉细 我手 闺女道 然后我才能 做为好媳妇 我不懂啊 现在女孩 有几个懂的 没有人去教育 她们 那如何 我现在我就在想 我说 如果当时 我也懂了 我绝不会是 这样子的 所以 前段时间 我的事情 因为我在石家庄 说这个堕胎的事情 说我自己 因为自己作风 不检点 那么我 堕了四次胎 让我父母蒙羞 然后 这个离婚 两次离婚 那 就我再次分享 那 就国内的很多大报纸 全都连载了 那个 网络上也 也出现了 有很多人不理解 就说 说我在炒作自己 说他不以为耻 反夷为荣 他宣扬这是什么东西 当然了 我觉得当时 我也是心里头 有一点波动 我就想 哎呀 是不是我不再去讲了 后来呢 有一个石家庄的 一个 也是一个居士 他给我打电话 说 丁老师 你知道吗 他说你那篇文章 河北一个师范大学 因为师范大学里头 都是女孩子多 他说我们印了 八千张的那个 你的那个 少女 不要剁胎 什么的 连载 我们把你那个都印成 就是那个 一个那个 就是几片的那个 几片东西 然后 每个女孩子手里头 人手一份 说 哎呀 真是特别好 后来 我真的在想 我说 你们都 说杀人犯什么呀 那我 我真的就是杀人犯 我道貌岸然的 我坐在这 我亲手把我自己的孩子杀了 你们大家都 现在都说 哎呀 爱护动物 爱护这个 爱护那个 自己 现在 我 我好多 我旁边 我身边的好多女孩子 有剁十二次的 八次的 九次的 以至于他们自己 就是妇产 就妇科的病 就是终身都跟着你 这一辈子的痛 永远在跟着你 很多女孩子 我认识一个女孩子 十三岁 我家楼上的一个孩子 她 她剁完胎以后 她怎么样 她妈妈跟我说的 她剁完胎以后 她 那天夏天 剁完胎以后 屋子里空调 哎呀 她说太爽了 这简直那火下去 因为她也紧张嘛 然后就大 买了好多的冰棍 就是那时候还是 就是那种 特便宜的冰棍 就是奶油比较少的 冰特别多的 就使劲在那吃冰棍 使劲在冰棍 这女孩基本上就废了 现在一身的病 完了 她没法再成家了 现在后悔啊 后悔 后悔也来不及了 所以多少这样的疾病 女孩子不知道 那么我作为 我觉得 我是这样 我就想 我心里在前两天 我发了一个愿 我说 丁家丽 你算什么呀 你要报佛恩呢 你自己已经 剁了胎了 我说小英灵 那么可怜 如果这世界上 还有一个人 剁胎 我只要不死 我就要上台去讲 求求你们 不要再剁胎 不要杀害 无辜的小英灵 不要杀害孩子们 你是母亲 你是母亲 你怎么忍心 借着别人的手杀 伤害你的孩子 把它剁成几块 然后就给掏出来 你怎么忍心是这样 我们都为人父 为人母 你怎么能下去 这样的狠心 这不光是对女孩子们说 男孩子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 我们现在要传统文化 一定要渗入到学校当中 孩子们可怜呢 不要埋怨孩子们 我女儿 因为这件事情 我当时也是有点顾虑的 我想因为当时网上都说了 后来我孩子回来就哭了 说妈妈 你为什么要在台上说 你作风不检点 你为什么这样 我说孩子 这都是妈妈说的 这也是妈妈做的 我说我 你也是女孩子 我说 我跟我女儿说 我说 妈妈不希望 你也去这样去堕胎 我告诉那些 好多无知的少女们 不要去堕胎 要保护自己 我说 我就为了你 我得去这样做 那我女儿说 妈妈你去吧 说句心里话 我们好多女孩都吃避孕药 我说千万千万不能 我说你吃过 我女儿说 妈妈你也别问了 你也别问了 你去上去讲吧 很支持我 那我真的很感恩 因为我觉得 当时我讲这个时候 也没想到家人 因为我当时确实应该 跟家里人先沟通一下 因为那时候就觉得 好像自己去忏悔 然后去 因为这件事情 我还给我 儿子女儿 我给他们俩 具有功 我说我忏悔一下 我说当时妈妈呢 没想到那么多 我说我没想到你们 因为我这个之前 我应该跟你们沟通一下 然后女儿子 我觉得特别的理解我 我特别的欣慰 我在这里 我非常的也感恩他们 那么我觉得 在座的朋友们 如果你身边 有这样的孩子们 还有这样的女人 那有这样 就是你们要去告诉他们 把我的故事告诉他们 千万千万不要堕胎 现在那个 所有的疾病 女人不爱美吗 因为很多人堕胎 脸上那个蝴蝶斑 然后那宫颈癌 妇科病 简直太可怕 太可怕了 然后那个 为老心衰 然后女孩 就是堕胎 多次数多 然后就是像小老太太 似的那样的 千万不能那样了 我们为了父母 都不可以去这样 那 我再说说我 怀孕期间呢 怀了我大孩子的时候 真的没有学着传统文化 因为自己不会做人妻 不懂 那怀了孕以后呢 也不懂胎教是什么样子的 我呢 称恨心特别的强 然后 怀了孕以后就不上戏了嘛 在家待着无聊 我们在家里住在北京 比较 单位住在北京 比较繁华的一个地段 叫东丹那个地方 车来车往呢 特别多 我就没事就在那溜 就是溜的 然后呢 有一个人就是 从那过哈 从那过 然后 看出来是一个外地人 年龄挺大的了 应该是七十多岁的 一个老人家 领着他女儿 往那边走 我们那边就协和医院 去看病的 我捡了他女儿的 脸色特别的不好 那有个旁边 有个男的呢 四十多岁 他背着他儿子 就这么走 然后那个老人家呢 就这样走 甩手嘛 甩的时候 然后就啪 就把这个 这个 那个他背着那小男孩 那腿 就脚 稍微 轻轻地碰了一下 然后这四十多岁的男 男人 他就不干了 然后就 就开始就骂他 我全过程都在看着呢 他骂他 骂他以后 后来就是 特别的无礼 就是他就 拿拳头 蹦就可以打 当老头 蹦就 打得很厉害 就全在那 其实我还怀着孕呢 我就 就喊起来了 我觉得我 爱打抱不平吗 我觉得我那次是丁大侠 人家都说我是丁大侠 我就 行侠仗义 哪都不行 我就充分陷阵 那想他怀着孕呢 那不管 我就 我就那什么 跟他嗷嗷叫起来 后来我说 大爷 你起来 我说你没事吧 我说你赶紧去一会儿 号就挂不上了 因为邪和医院 号特别难挂 今天早上挺早的 我说你赶紧去挂号去 没事吧 老人就 我那说不出话 我说你赶紧走 我来对付他 我说你别走 那个四十多岁男孩 你别 男人你别走 我就冲在 两步冲在我们 剧院那个 那个剧院里头 那时候正在 装修房子 我拿了大板砖 就出来了 我就 就过来了 然后最后的结果 二十多分钟 回家以后 基本上满头是血 满脸是血的 那个板砖没拍到别人 全拍到我这儿了 我妈当时一看都吓傻了 说 你怎么这样 我说 被人打了 我妈说 怎么可以打孕妇呢 谁打的你 我说不是 因为我打抱不平 妈 你都不知道 我实在气不过了 我拿了板砖砖打她了 结果她 那么一下啪 就打着我了 我就这样 我妈说 气得都不行 说 你怀着孕呢 你能不能把你这个心啊 能平一点 能不能这样 我说那不行妈 我那有主持 主张正义 他那 为什么 那个 把这老爷子那种打呢 我就看不过 我妈说 谁让你那样 弟子贵说 是夫人 心不然 理夫人方无严 你跟人讲道理不行 我后来明白的 我想那不行 反正我 我就得要真当 真掐的跟他干 我那时候 我觉得才心下仗义 跟我妈气都不行 就这个公共汽车上 就是也跟人吵架 上哪都跟人吵架 后来 那个就是 我当时拍了一个电影 接了一个电影啊 那个电影 我看了剧本以后 应该是不能接的 你想我那时候 都怀孕五个月了 然后那个 那个制片部门就说 那个就十二天的戏 就拍完了 你就当时给你找一个保健医生 你就去拍去嘛 结果我去拍那个电影 就过年 我那对手呢 那个演员挺敬业 他不会喝酒 那天是 因为我演泼夫嘛 我是演泼夫 国内比较出名 因为我这称恨心特重嘛 然后就让我演那泼夫 那个重场戏 是我因为钱嘛 因为看着那个 我公共八万块钱 然后特贪婪 想想的争夺那个钱 然后兄弟之间反目为仇 为那钱 最后我就 把那个玻璃给砸了 砸了以后 老人家就拿着钱 自己出去旅游了 就那么一个故事 那个电影 当时也是家一户晓的 那拍那个时候 最后一场戏 我砸玻璃一场戏 砸玻璃一钱 我要跟我战户打 然后所有七八个人 要去 要把我那个 就拉我 后来呢 我就在那拍 拍了七八条 七八条还不止 因为 你想七八个人 那我一个人 我要拍好几条 中景 近景 远景 我要拍 而且我声音要接戏 我每次都歇死体里 像风的一样 喊 然后要动作 要接戏那样 你想这怀着孕 那个时候已经六个月了 然后自己就 为了 出名啊 自己都真的 这点常识都不懂 你怀着孕了 你还要这个 这个歇死体里 还要是那个 为了拍戏 为了自己名 不顾孩子的安危 还在那拍 然后七八条 在那拍啊 昏天黑的拍都不行 我都一会儿都没劲了 最后一个镜头 我那对手 演我丈夫那样 因为他喝了 他为了真实嘛 他没有酒量 他没喝过酒 他为了真实 喝了八两酒 他那眼睛已经不对了 就把我拽着我就 蹬就给我撞墙上了 我当时就觉得 孩子掉了 肯定不行了 我说停 给我撞了 当时我都 这个气都背下来了 我说开点 然后躺着 我就想 那时候我都32岁了 真的 我觉得简直是 我简直疯了 后来 孩子生出来以后 这眼睛 都是红的 然后这个脑边上两个蜡签 就像一个V字形的那样 很红好红的 医生问我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医生说 你受过冲创什么的 我说没有 我已经把那事情忘了 我说没有 我没受过冲创 我很注意的 我平时走路 我都把我肚子护的 我说不可能 我说我绝对没有冲创 忽然间又想起 哎呀 拍电影过年的时候 我受过冲创 真的对不起我儿子 我说人家 后来我学的传统文化了 我知道人家 古人怀孕的时间 他们叫先天教育 女人怀孕的时候 一定要坐避正 行避稳 心平气和 眼不识恶色 耳不听吟声 然后端身正念 然后全是善念 善行 然后生出那孩子 一定是大胜大贤的人 你说说 我这胎教 整天五马桑千 跟人家打仗 打报复评 然后又拍戏 又是这样 整天 那泼夫 那孩子 你想想 我真的觉得 我孩子 也真是很倒霉 他真的命大 你想我真的后悔啊 我想万一要是说 我的孩子 要出点什么事情 我怎么向我的丈夫 交代呀 那 这个胎教是这样的 那 第二次呢 我生第二孩子的时候 我在坐月子期间 我就发现了 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觉得我丈夫要 已经不对了 因为这是第二丈夫 那我也在 我也我在这里 跟大家想说一下 我为什么两 这个两次婚姻都不幸福 因为我种了那个因了 一定得这个果 什么因 因为我刚结婚的时候 我作为人妻 我行为道德败坏 我去作为第三者 破坏人的家庭 那我一定要承受这个果报 那时候 我还怨天尤人 我觉得他对不起我 他怎么能这样对待我 我那时候真的 我不知道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我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因 我要承受什么样的果报 我不懂因果 我没人交给我 我不懂 所以 那第二孩子生了一个月子期间 我就天天的哭 天天的哭 然后满月那天 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跌跌撞撞的 我觉得 跟他通完电话 觉得不对劲 我就给孩子喂完男以后 我就跌跌撞撞的 我就差点没撞到汽车上 差点汽车没把我压着 我就趴在汽车上了 汽车司机一看认识我 然后我家旁边那邻居 他说你怎么了 你脸色也不对 我说麻烦你能不能 我也没有汽车 我说麻烦你给我开到 我小家去 结果打开门以后 我不愿意 就是见到那现象 见到了 我那时候真的 我觉得五雷轰顶 对我来讲灾难来临了 我觉得 我实在接受不了这种现实 因为那个孩子没有爸 我自己带着 这个孩子 又面临这个问题 怎么办 哎呀 当时我就觉得我都不行了 好来我就歇斯提里 把他因为他是画家 我都把他的画 所有都撕了 然后在家里就疯狠地喊了 哀嚎我 叫我 闹我 喊呢 从那以后 我跟他斗争了一年 在这一年期间 我的心情极其的糟糕 然后 以泪洗面 然后父母啊 天天看我 忧心忡忡的 都不知道怎么样 做什么饭吃不了 我沉浸在我自己的悲愤当中 但是 这个父慈子孝 我不是个慈母 我忘了我还有责任 我那时候在给孩子喂母乳 我给他喂了我们 我跟我丈夫 前夫 斗争了一年 天天在吵架 天天在打闹 没有一天不再闹 天天在这种情绪下这样 我还喂着孩子奶 我太自私了 我妈妈那时候就说 奶水都不行 孩子老哭老闹 一宿也睡不着 踏实觉 他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我心情不好 我吃不下饭 那奶水是不行的 奶水是没有质量的 孩子又闹肚子 每天经常就到医院去看 医生不知道什么原因 说 这怎么老闹肚子呢 我也没跟人说 我整天在 陈恒心那么强 整天在发脾气 没有告诉医生这样的事情 那我整天就是在闹啊 吵啊 就是这种情况下 在这个当中 我给孩子喂了七个月的奶 后来我学习传统文化 我听老法师讲经的时候 人家说 这个传统文化 有一本书里 他伦理道德 他说 这个母亲在 哺乳期间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动秉性 动秉性就是别发脾气 就是你发脾气的时候 这个孩子啊 你要不发脾气的时候呢 心平气和的时候 你这个乳汁 分泌 就是分泌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乳汁呢 都是 很 就这个 这个血脂很轻啊 那孩子吃了以后 他也是 长骨骼 然后身体健康 他的性情也是 很平和的 也是那样 因为你母亲亲是这样子的嘛 如果像我这样 整天坏着 怀着那种 恨怒 恨怨恼怒 恨怒烦的那种 那种 这种 这种 这种武毒啊 化出的那个 这种 这个武毒啊 化出的那个乳汁 也是 独辱 我听老法师在讲经的时候说 说一个农村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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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 在跟 在给孩子喂奶期间 当时给孩子喂奶 她跟一个人 在骂大街 在吵架 吵得很激烈 然后她一低头看 孩子已经死了 为什么 我们发脾气 像我是 恨天骂地 这种 你想想 给孩子种的什么样的因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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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毒乳 孩子那么小 吃那毒乳 就给他毒死了 有的人可能觉得说 你太迷信了 我不相信 这件事情 怎么可能就 发脾气 就能把孩子毒死了呢 那我告诉你 前段时间 我看了一篇文章 是一个美国 一个大学 一个科学家 他做了一个实验 说 一个人在 称恨心特别强的时候 他呼了一口气 做了实验 然后瓶子里呢 搁一点水 然后把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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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恨心 这个 这个怨气 然后吸在这个 这管子里 再放在这个 瓶子里的时候 发现这个瓶子的颜色 已经变了紫色 那再把这个紫色的液体 再 再打入在小 小白老 白 小白鼠的身上的时候 几分钟以后 这个小白鼠会 浑身抽搐 然后 他就死亡了 我听着以后 浑身冒凉气 真的 我太自私了 我太愚蠢了 我不懂啊 现在 那时候我还觉得 自鸣得意呢 我说 你看你们很多演员 真是太自私 为了保护自己的体型 不给孩子喂母乳 母乳孩子吃的健康 我真的很惭愧 我给孩子吃的是毒乳 我孩子命大 没给他毒死 真的就是命大呀 所以我现在孩子身体不好 老二身体不大好 因为他那个脾胃不合 长得像绿豆芽似的 我是罪人 所以说 如果你们身边 还有这样的人 这个孩子 喂这个母乳 你们一定要把我的故事 告诉给大家 千万母亲 不能自私自利 不能由着自己 向我 由着自己性子来 在那发脾气啊 这样 孩子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千万 千万 告诉他们 那 这件事情 出来以后呢 我就坚决要离婚 我爸爸妈妈 抱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去求我 说 嘉莉啊 我求求你 你千万不要这样 你看孩子 多可怜呢 那孩子已经没父亲 这孩子没有父亲 你跟一个女人 人 没有犯 不犯错误的 对不对 你想想你自己 你没有错误吗 我说我没有错误 我告诉你 就是他对不起我 我一点错误都没有 我说我这样的贤妻良母 上哪去找去 我妈说 你还贤妻良母呢 我说对呀 我贤妻 应该我是出去友人 结果我都没那种 他还出去友人 我简直对我太不公平了 我妈妈说 你能不能把这个速度慢一下 你先不要急于说 把这个离婚证证先取了 为了孩子 你看看孩子 啊 那么幼小 离婚的后患 后患无穷啊 你能不能慈悲一点 你别离婚 你看着孩子面 你忍忍忍 你忍一段时间 可不可以 我爸妈都求我 我说不行 我爸妈 你别关我的事情 因为我这人 我觉得 他伤害了我 我就那个恨心呢 我那种恨 就是那种怨恨心啊 可能比一般人都强 我觉得我要报复他 我要 我一定要报复他 当时离婚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告诉你 我一定要报复你 我说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报复你 但有一个人 终究一定会报复你 因为我把这个仇恨的种子 种在了孩子的身上 在这期间 离啊 非要离不可 然后 那个我的公公婆婆呢 那时候还在 对我特别的好 特别疼爱我 然后就让那个 这个 我 我丈夫是老九嘛 他的 哥哥嫂子 然后那个 姐姐姐夫们 就纷纷从 外地来 劝我说 其实你给他一个机会吧 改错的机会 咱们人生谁不犯错误呢 你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 孩子这么小又小 他是无辜的 你就给他一个机会 我们向你赔不是 你就原谅他 那时候我就觉得 特说了一个特绝情的话 我说我告诉你姐姐 哥哥 我告诉你们 我说 假使世界男人都死光了 我都不会跟他 我都不会再要他 我说你以为我是破麻布呢 要我就要我 不要我就怕甩那 然后他想 想跟我 什么 再好好过日子 没门 我就 我就这口气 我咽不下去 我爸爸那 那些日子啊 真的 太伤心了 整天抱着孩子 哭啊 那么大岁数人 也吃不下饭 家里简直翻天覆地的 让我 我一点都不懂事 你就想想 你自己 父母年龄那么大了 你还让父母操这样的心 所以我爸爸妈妈 我现在我在想 我觉得我是个孝子 我还 还是十大孝子之一 我什么孝 我大不孝 我告诉你 我现在我跟大家说 我离婚 我堕胎 就是大不孝 包括我的整容 我不知道 我以前不知道 我觉得 这个事情我用我来做主 我爸爸妈妈操碎了心 我爸爸妈妈 我最后我妈妈得了绝症 我爸爸也有病走的 那什么叫福报 我福里头 无疾而终啊 我为什么有 我爸爸妈妈 会得病啊 都是我给气的 我还最后 我还能够笑死 太可耻了 你笑什么呀 让你父母操碎了心 那么大的岁数 我爸爸临走之前 一直在给我比 我明白他什么心理 我就把我前夫叫在身边 我说你为了我 咱们也打一次妄语吧 跟我爸说 因为那时候我一直知道 他不可能那什么 他那边已经 已经结婚了 然后我就说 爸爸真的闭不了这个眼睛 我说我不希望 爸爸这种牵挂的心 让那么那么操心 我说你咱们俩打一个妄语 我让他在我爸病传旁边 我就叫到医院 我说 我说爸你放心 我说为了孩子 我俩都好好对待孩子 然后我爸就是 那意思就比 说能不能再破镜成员 我说 我爸那天笑得 可开心了 然后觉得 他这一辈子都觉得 不应该离婚 为了孩子 因为我爸我妈 特别的爱孩子 特别善良 我跟我姐姐都是要的 抱扬的 他们对孩子 不是他们自己的孩子那么好 不光是对我那么好 他们对别人也那么的好 特别的善良 所以孩子没有父母 他们受不了 为什么 那时候别人都不要我 他们能把我 真的恩正无伤 我没有感恩的心 我不听父母的话 后来我爸妈就 我爸爸就特别高兴 但是 因为我为了这事情 我就恨他嘛 我就 所以把这个仇恨的种子 我就种在孩子身上 孩子就特别恨他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 好多的举动 就是就别提了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整天跟他 好好直叫 然后就是管他要钱 就说 你必须得给我钱 你谁让你跟我妈离婚呢 谁让你 你背叛我妈呢 因为 我觉得我是罪人 因为我把这个仇恨的种子 种在了孩子的身上 我不可以这样子 这样 对孩子都不公平 孩子幼小的新娘 见我女儿12岁的时候 跳了二郎腿 就说 男人 我告诉我 没有个好东西 后来我就特别惊讶 我看了他 我说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孩子 我说 你见过几个男人 你接触过几个男人 你就这样 他说 妈妈 从你身上 我还得不到教训吗 你个傻女人 你被男人都骗惨了 为什么孩子这么说 因为我把我这怨恨的心 都给孩子输送在这种 不良的那种信息 都传送给孩子 不停的说 你们爸爸怎么背叛我 怎么花 怎么是花男人 怎么坏 怎么怎么样 整天就给孩子 灌着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 我女儿对男人 有仇恨的心里头 然后 我这个儿子也是 对他爸爸也特别的仇恨 不能再这样了 老法师说 不能抱怨 要报恩 我真的 我很对不起我前夫 我觉得 是我先 对不起他们的 其实我觉得我丈夫 真的 这两个丈夫都挺好 但是我这个女人没有做好 我作为人妻 我不懂怎么做女人 我做错了 我还去抱怨人家 然后呢 不原谅人家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 我如果稍稍的 为孩子 听我父母一句话 我就不离婚了 离婚以后 孩子那个 就是 我女儿啊 因为他那个 等到 是等 小学 毕业以后 初中的时候 我才接回了 以前跟他爸一起生活 女儿初中就回来 就那种叛逆的心里 他曾经在那个 在那个日记里 我偷看过他的日记 他说 心丁的 我要把你杀了他 我杀你 我都不解恨 他就特别特别恨我 你知道孩子 为什么恨我吗 因为我对孩子 有怨恨的心 因为我在生他 抛妇产的时候 麻药没有管用 然后就等于生抛 就等于把我生抛 我就觉得特别怨恨他 我就觉得 我学了佛以后 我就知道了一个名词 我就瞎用 我就说他是我的冤情债种 我就心里都特别怨恨他 那种心 所以这种 这种心里头 有这种怨气吧 就是 跟他在一起 跟孩子在一起 生活的时候 就是都流露出来了 所以孩子当时就 有一次就跟我说 妈妈你别老说 我不懂你们佛教是怎么 你别说我是冤情债主 我不是你的仇人 我是你的女儿 你张开眼睛看看我 你为什么那么那样恨我呢 我怎么可以这样呢 对他爸爸那种怨恨的心 然后转嫁在孩子 无辜的孩子身上 一个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细胞坏了 我这两个细胞都坏了 两个家庭都让我自己都破裂了 然后造成两个孩子 心里头那种心里的不健全 那父母是孩子们第一任父母 他们在我身上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仇恨 没有报恩的感觉 没有觉得 哎呀他爸爸不容易 然后妈妈老了不容易 他就是因为学到仇恨 学到要报复人 然后我女儿说 妈妈告诉你 长大以后 我成长18岁的以后 我就要开始报复男人 那些男人 我说你要报复人 你看嘛 他说因为我要给你报仇 因为我不断的输送这种 不良的那种信息给孩子 所以孩子对男人 这样的一印象 多么的可怕 我自己不幸福了 我还要影响我自己的 下一代不幸福 我是个罪人啊 那孩子种种的倾向 那时候我真的 我觉得我过不去了 孩子那种 那种叛逆 那种感觉 那种在学校什么事情都干 然后那种 他就是觉得也恨我 其实他也恨我 那真的没有办法了 那我自己啊 我就觉得 哎呀 就是觉得 我就抱怨 我就觉得老天都对我不公平 为什么呀 让我离婚 然后让我自己 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上有父母下有孩子 我就抱怨 我就觉得恨他们 后来很早前 然后他们给 老法师那个 就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那时候我特别恨我那个丈夫 恨我那个前夫 然后说 嘉丽 你看看老法师写的多好 感恩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感恩伤害你的人 因为他磨练你的意志 哎呀 我也觉得 写的特别的好 我觉得 真的挺好的 我说 对应该感恩 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但回家以后 没有两分钟 又想起这个丈夫 我那称恨心又起来了 我说 我就揍他 我说 他不得好死 因为我特善良的女人 他害我 你看着吧 你看着 以后我一定要报复他 我刚说感恩的世界 要感恩人家 就是这样 就那个称恨心 就是这能怨恨的心 就这么的强烈 太可怕了 谁愿意跟这样的女人 在生活呢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从 这个论坛的节目中受益 圣贤教育 改变命运 从我们自身做起 真心承认自己错了 幸福的人生 就从今天开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 请点赞 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感谢观看